台北市警方在中校东路四段 跟光复南路上面两间的办公大楼 破获了地下职业赌场 他们是透过网路视讯的方式 跨国来开赌 而且还必须要钱购 要经过国外认证 财力雄厚的高所得 才能够加入会员 赌界现在盛传某位妇女 都在演艺圈的这个女艺人 就是超大的赌头之一 看大陆类似的方式 透过电脑荧幕 外接一台电脑就能在海外 下注开赌 台北警方破获的地下职业赌场 台湾赌客透过网路视讯的方式 连线到韩国 新加坡 菲律宾等海外 赌场业者包厅的地点 在以电话一对一 遥控现场的枪手带为下注 而这些台湾赌客必须是高所得 经过国外赌场认证 确认财力雄厚才能加入会员 赌界盛传某位妇女党 都在演艺圈的女艺人 就是大祖头之一 这种视讯跨海下注的种类 包括百加勒 黑杰克 和俄罗斯轮盘 每一次的输赢金额相当大 都在50到60万元之间 台北警方查获的地下赌场 政策内详细记载了 客人进出的时间 和输赢金额 而这份名单 警方也赫然发现 有艺人的名字在列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那不是我以为这种认证 那是有一种认证